今天我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国城市排行榜 先来看看你的城市排第几吧 大家好,我是河马 从学生时代呢,我就喜欢投资理财 只要是关于金钱的问题呢,我都有一些研究 如果你也想丰富自己的想法 跟着我了解更多的赚钱思维 一步一步的实现财富自由的目标 那就关注我吧 顺便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视频了 在中国呢,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和讨厌的城市 当然了,这些印象不一定很客观 它也许仅仅来自于你某次去某座城市的某些经历 但如果你正在考虑下一步要去某座城市生活和工作 那你就要参考一些技术指标 OK,进入正题 我制作的第一个排行榜呢,是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第一名呢,是上海 上面的数值是这个城市2017年的财政收入 那么根据这个排名 假如你正在犹豫去哪个城市发展拼搏的话呢 心里或许会有一个初步的打算吧 这个榜单其实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中国现在哪些城市机会更多一些 上海的话给我的印象就是人流如潮,车水马龙吧 民国风和现代风的建筑交错在一起,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果是去玩的话呢,上海狭窄的弄堂可以转一转 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上海味 北京的话呢,去过的次数比较多一些 雾霾其实是最让我受不了的 地铁站人拥挤的程度我感觉不亚于东西 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排名第三的是深圳 一次往下是天津,重庆,苏州,杭州,广州,武汉,成都 其他的城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第二个榜单呢,是亿万富豪最多的城市 以恒大集团许家印领衔的广东省排第一 后边这个84呢,是广东省身家在亿万以上的富豪个数 是84个 因为富豪们分布在各个城市 所以我们就以省份作为排名的单位了啊 广东省各富豪们总资产加起来有23,638亿之度 恐怖哟 万达王健林率领的北京排名第二 阿里马云所在的浙江排名第三 下面一次是上海郭广昌 江苏的孙飘阳 山东张世平家族 福建许时辉家族 四川流通跑家族 河南秦英明家族 重庆蒋仁生家族 第三个榜单呢,你一定感兴趣 那就是产美女最多的城市 中国自古就不缺美女的 排名第一的是南京 因为南京的地理位置 在这里你会碰到兼具南北方气质的温婉女子 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哦 第二名的是哈尔滨 冰城冰美人 性格豪放的大长腿妹子超级多 尤其是在中央街 你可以去逛逛 第三名,重庆 精致而火辣辣的山城妹子 一定让你像对那的火锅一样 溢游未尽,榴莲望返 接下来依次是成都 武汉 米纸 大连 安庆 长沙 还有杭州 这些城市都值得去逛一逛哦 第四个榜单呢 是最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朋友们 如果有去中国的打算 这些城市你一定不要错过 南京再次上榜首,六朝古都 文化自然不用多说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排第二 三千多年的历史 千年帝都的北京 锦列第三 其实我最喜欢的城市还是苏州 我感觉这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没有之一 无论是从城市面貌 经济水平 地理位置 气候等方面来说 苏州都是最棒的 如果这条视频火了 不知道那的房价会不会因此上涨 我 我太乐观了 接下来的城市依次是杭州 洛阳 扬州 成都 区富 长沙 如果你恰好正在考虑房地产投资的话 那你一定要看看下面这个榜单 房子最具有升值潜力的城市 第一名 重庆 重庆的主城 扩荣 及卫星城镇的建设 都将为新重庆储备超强的需求力量 交通的动脉也使重庆如虎天翼 防守无遗 第二名呢 是天津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天津 因为天津的交通 高架桥不是一般的复杂 如果你想定居在那的话 小心找不到家哦 接下来依次是济南 武汉 沈阳 绵阳 威海 中山 宇昌 西安 下一个榜单是老人空巢率最高的城市 排名第一的是华尔滨 这也说明了华尔滨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去了其他城市或者是南方发展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你在华尔滨创业或者工作的话 其实最好是选择那种跟老年人有关的行业 那如果你要如果你要做那种跟年轻人有关的行业呢 你可以去其他城市研究 那其他剩下几个城市也是同理 榜单一次往下是西安 太原 成都 合肥 长沙 厦门 沈阳 上海 天津 那么下一个榜单呢是最穷的城市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是西宁 这个榜单是从下往上看 92.9是他的2018年的财政收入 第二名是拉萨 第三是宜宾 第四是红阳 因为这个榜单中间有一点问题 图表有一点问题 第五是许昌 第六 吉安 海口 新疆 旅梁 宁川 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些城市创业或者工作的话呢 又愁于自己的业绩迟迟迟做不上来 那或许真的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城市整体上就不景气 你可以换一个城市去发展去研究一下 那么下一个呢是城市之最 女人最多的省份呢是黑龙江省 那如果你做的行业是跟女人有关 那这里必须是主要目标之一 军工最强的呢是大连市 名人最多的是湖南省 那如果说创业点子的话呢 你可以整合资源联系名人拍摄祝福视频 这个点子就不错 最近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火 状元最多的是江苏省 如果说创业点子呢 那你如果搞一个培训机构 然后是来自江苏省 那你的说服力就很强哦 最适合养老的城市呢是上海市 性态度最开放的城市居然是沈阳市 那如果说创业的话 你想一想可以干什么呢 面积最大的城市是乌伦贝尔市 老外最多的还是上海市 污染最严重的呢是山西林坟 最干净的城市是海口 还有我最爱的苏州 是最优雅轻易温婉动人的江南水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制作视频不易呀 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所启发 那就帮我点个赞吧 更多创业点子赚钱思维 咱们下期见